家庭暴力防治法 修正日期 民国104年02月4日 第一章 通则 第一条 为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 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家庭暴力 指家庭成员兼实施身体 精神或经济上之骚扰 控制 胁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为 二家庭暴力罪 指家庭成员兼故意实施家庭暴力行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规定之犯罪 三目睹家庭暴力 只看见或直接听闻家庭暴力 四骚扰 指任何打扰 警告 嘲弄或辱骂他人之言语 动作或制造使人心生为不情境之行为 五跟踪 指任何以人员 车辆 工具 设备 电子通讯或其他方法持续性监视 跟追或掌控他人行踪及活动之行为 六 加害人处遇计划 指对于加害人实施之认知教育辅导 亲职教育辅导 心理辅导 精神治疗 介隐治疗或其他辅导 治疗 第三条 本法所定家庭成员 包括下列个缘及其未成年子女 一 配偶或前配偶 二 现有或曾有同居关系 家长家属或家属间关系者 三 现位或曾位直系写亲或直系姻亲 四 现位或曾位四亲等以内之旁系写亲或旁系姻亲 第四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卫生福利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 为县市 政府 本法所定事项 主管机关及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就其权责范围 针对家庭暴力防治之需要 尊重多元文化差异 主动规划所需保护 预防及宣导措施 对涉及相关机关之防治业务 并应全力配合之 其权责事项如下 一 主管机关 家庭暴力防治政策之规划 推动 监督 定定跨机关 够 合作规范及定期公布家庭暴力相关统计等事业 二 卫生主管机关 家庭暴力被害人验伤 财政 身心治疗 资商及加害人处遇等相关事业 三 教育主管机关 各级学校家庭暴力防治教育 目睹家庭暴力儿童及少年之辅导措施 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其子女就学权益之维护等相关事业 四 劳工主管机关 家庭暴力被害人职业训练及就业服务等相关事业 五 警政主管机关 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人身安全之维护及紧急处理 家庭暴力犯罪侦查与刑事案件资料统计等相关事业 六 法务主管机关 家庭暴力犯罪之侦查 矫正及在犯预防等刑事司法相关事业 七 移民主管机关 涉及前之外籍 大陆或港澳配偶因家庭暴力造成于其停留 拘留及协助其在台拘留或定居权益维护等相关事业 八 文化主管机关 出版品违反本法规定之处理等相关事业 九 通讯传播主管机关 广播 电视及其他通讯传播媒体违反本法规定之处理等相关事业 十 护政主管机关 家庭暴力被害人与其未成年子女身份资料及户籍等相关事业 十一 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措施 由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一职权办理 第五条 中央主管机关应办理下列事项 一 研理家庭暴力防治法规及政策 二 协调 督导有关机关家庭暴力防治事项之执行 三 提高家庭暴力防治有关机构之服务效能 四 督导及推展家庭暴力防治教育 五 协调被害人保护计划及加害人处遇计划 六 协助公立 私立机构建立家庭暴力处理程序 七 统筹建立管理家庭暴力电子资料库 公法官 检察官 警察 医师 护理人员 心理师 社会工作人员及其他政府机关使用 并对被害人之身分予以保密 八 协助地方政府推动家庭暴力防治业务 并提供辅导及补助 九 每四年对家庭暴力问题防治现况成效与需求进行调查分析 并定其公布家庭暴力致死人数 各项补助及医疗救护支出等相关之统计分析资料 各相关单位应配合调查提供统计及分析资料 十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有关事项 中央主管机关办理前项事项 因临聘派学者专家民间团体及相关机关代表提供咨询 其中学者专家民间团体代表之人数不得少于总数二分之一 且任意性别人数不得少于总数三分之一 第一项第七款规定电子资料库之建立管理及使用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六条 中央主管机关为加强推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相关工作 应设置基金 其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 由行政院定之 前项基金来源如下 一、政府预算拨充 二、还起诉处分金 三、认罪协商金 四、本基金之资习收入 五、受赠收入 六、依本法所处之法环 七、其他相关收入 第七条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为协调 研究、审议、资讯、督导、考核及推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 应设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 其组织及会议事项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 第八条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整合所属警政、教育、卫生、设政、民政、护政、劳工、新闻等机关 单位业务及人力设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并协调司法、移民相关机关 三、办理下列事项 中、长期庇护安置 五、提供或转介被害人 经评估有需要之目睹家庭暴力儿童及少年或家庭成员身心治疗、资商、社会与心理评估及处置 六、转介加害人处域及追踪辅导 七、追踪及管理转介服务案件 八、推广家庭暴力防治教育、训练及宣导 九、办理危险评估 并召开跨机构网络会议 十、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有关之事项 前项中心的与性侵害防治中心合并设立 并应配置社会工作、警察、卫生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员 其组织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 家庭暴力防治法